明朝成化年间 龙里镇有个小木匠叫孙小六 他父母死得早 是瘸腿的叔叔将他拉扯长大的 叔叔是个手艺精湛的木匠 做的活谁见了都要竖个大拇指 只是因为身体残疾 再加上带着孙小六这个脱油瓶 年近三旬的岁数了 家里却连没人都不肯上门 时间一长 叔叔也就断了娶妻的念想 全心全意赴养侄 每次出门干活都将他带在身边 也为从小耳濡目染 孙小六十二三岁时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 不管多难做的木工活 几乎都是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叔叔见了既难过又高兴 难过的是他原本是想送侄去读书 只因自己能力有限 一条瘸腿非常不便 稍远点的地方即便有活也做不了 所以一直攒不够银子送他入学 而让他感到高兴的是 指儿显然是有做木匠的资质 只要自己悉心教导 等他学会了这门手艺 也算是有一技磅身 以后也不至于饿肚子 自此以后 叔叔便开始教孙小六木工手艺 俗话说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所以一般的老师父 教徒弟都会留一手 可二人不只是简单的师徒 更是情同父子书职 所以叔叔教本师 可以说是毫不保留 八部的江平生 所学一股脑全部传授给侄儿 好在孙小六天资聪慧 学得非常快 不过年语 一般的活基本上都可以独立完成 有了这个得力帮手 叔叔明显轻松了许多 活也干得更快 收入自然增加了不少 叔侄俩忙活了三四年 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这天到了孙小六十八岁生日 叔叔张罗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又烫了壶酒 将侄儿拉在身边坐下 示意他陪自己喝几杯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二人的脸上都泛起一片潮红 叔叔看着高大结实的侄儿 放下酒杯笑呵呵的说道 小六啊 你长大了 说完转进礼物 拿着一个包裹出来递给孙他道 来 打开看看 这是什么 孙小六截在手里 感觉沉甸甸的 说话间已经解开了包裹 里面竟是几定银元宝 这几年有你帮忙 总算宰下了这些银子 叔叔本事不济 先前没能送你去上学 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这银子拿去买点木料 把房子翻新一下 剩下的给你娶个媳妇 等抱上了孙子 我也算对死去的哥哥嫂嫂 有个交代了 不 叔叔不给我娶个婶子 小六这辈子都不成亲 这银子还是您留着 我自有散漫惯了 不喜欢有人拘管 况且 我都这把年纪了 娶不娶妻 有什么所谓呢 可你不一样 你还年轻 咱们孙家还等着靠你开支散业呢 孙小六一听这话 眼泪就掉了下来 叔叔不过41岁 然而因为常年操劳 早已经面容苍老 两鬓斑白 如果不是为了抚养自己 他也不会老得这么快 如果不是有自己拖累 他也许早已经娶妻生子 毕竟 木匠的收入也不算太低 就算他有残疾 兴许也有吃不上饭的人家 愿意将女儿嫁给他 可这么多年来 叔叔把正道的银子 大部分都花在了自己身上 从小到大 即使在艰难的日子 自己也没挨过一顿饿 受过一次动 如今 自己长大了 也学会了木工 每次出门 做活都卯足了劲 拼命抢着蛋 一来是想让叔叔轻松点 二来 也想多赚点银子 让叔叔早日成家 可没曾想 叔叔辛苦了大半生 到现在依旧全心全意 只为他这个侄儿打算 却从不为自己考虑一下 想到这些 孙小六心中五味杂陈 本想坚持说 叔叔不娶妻 自己也不肯成亲 可眼见他面露不悦 只得将银子收好的 侄儿明天就去买木料 翻新屋子 至于娶妻吗 这事急不得 总要寻个合意的 才好娶进门来 见他这样说 叔叔皱着的眉头 终于梳展开来 轻轻地点了点头 孙小六又道 侄儿有件东西 想送给你老人家 也不知道 你喜不喜欢 什么东西 别在我身上乱花钱 银子要留着你以后 好做人家 说着 眉头又皱了起来 您就放心吧 没花钱 我扶你去看看 在院子里呢 叔叔心里纳闷 这小子送我什么东西 搞得这么神秘 还得去院子里看 当晚 月光佼佼 叔侄二人来到庭院 映入眼帘的是一辆独轮车 车上有一个木椅子 孙小六道 以后去干活 您就坐在上面 指儿拉着你去 叔叔眼里闪着泪花 就说前段时间 这小子回来偷偷躲在厢房里捣固 问他在干什么也不说 原来就是在做这个 极致被孙小六不由分说 扶到车上坐好 才发现屁股下和靠背 都铺着软软的垫子 还没来得及夸赞直心细 只听他喊了一声走漏 车子已经动了起来 孙小六拉着独轮车 在洒满月光的院子里转着圈 夜空下 叔侄俩的欢声笑语 久久不曾停歇 自此以后 孙小六每次出门 都让叔叔坐在独轮车上 由他拉着去做活 有时叔叔怕累着他 非要下来自己走 孙小六却死活不肯 只说自己一膀子的力气 让他安安心心坐稳 就是了 外面没活的时候 叔侄俩就一起动手翻修屋子 过了几个月 简陋的庭院焕然一新 邻里见了都夸在叔侄二人心灵手巧 明明是锁老屋 如今看起来像新建的宅院一般 当然叔叔最关心的还是侄儿的婚姻大事 这段时间没少托 没人给他说金 说来也是可笑 早些时候 别家都嫌弃叔叔带着孙小六 这个托油瓶 不肯将女儿嫁给他 如今孙小六长大成人 又学会了木匠手艺 人也生得端正 品行也好 可人们又琢磨起来 他叔叔是个瘸腿 年纪一天比一天大 迟早是个累赘 所以没人一连给孙小六 说了好几门亲事 最后无一例外的全部泡了汤 孙小六原本就担心 万一娶个媳妇 对叔叔不孝起不烦劳 故此心里巴布的是这样的结果 只是叔叔却有些难过 时长长虚短叹 暗自埋怨自己连累了侄儿 笑容逐渐减少 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又过了两年叔叔竟突然染病 一夜之间变得痴痴呆呆 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 孙小六很是着急 到处寻衣问药 只是直到先前宰下的银子 全部花光 叔叔的病情却一点好转也没有 没奈何 孙小六指的边干活边给叔叔治病 每次出门依旧用独轮车拉着 到了雇主家就安顿他坐在一旁 遇到心善的雇主 也肯多送一份饭给叔叔吃 若遇到苛刻些的 就只肯给干活的孙小六一份 每到这种时候 孙小六就把饭菜让给叔叔吃 自己则从怀里掏出几个饼子充饥 这天下午 孙小六干完活 拉着叔叔回家路过市集 与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在沿街乞讨 可人们形色匆匆 并无一人愿意施舍 孙小六见老头可怜 又想到今天的主顾好心 给了他们两份饭菜 自己准备的饼子没吃 于是便从怀里掏出来递给了他 老头接过饼子 也不称谢 只是斜着眼睛 打亮了孙小六一眼 见他背着干木工火的家伙 问道 你是木匠 孙小六点了点头 正于要走 谁知那老头却一把拉住他的 实不相瞒 我早年也是木匠 只是后来年迈作不动了 膝下又温女凤雅 所以才会流落此地 套着乞讨为生 俗话说 天下木匠是一家 咱们拜的可是同一个祖师爷 今儿可既然有缘欲着了 你可不能坐视不管呢 孙小六一听 以为他是讨银子 顿时为难起来 只得奈着性子解释道 你老言之有理 可我家里有病人 实在没银子给你 那老头白白手道 我不要银子 只是露宿街头多日 许久没睡上一个他时觉了 你若收留 我住上一夜 保管有好处给你 见他说的一本正经 孙小六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心想 这老头自己都在大街上要饭了 还说什么保管我有好处 不过 他只是想借宿一晚 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当下便点了点头 将他带回了家里 到了晚间 孙小六去厨房张罗了几个小菜 端上桌请那老头用饭 他自己则一勺子一勺子的喂着叔叔 老头也不客气 举起筷子狼吞虎咽起来 等到孙小六喂好叔叔 桌上早已背叛狼急 饭菜全被一扫而空 孙小六暗想 这老头好不识趣 到人家做客 好心招待他吃饭 却只顾着自己填饱肚子 一点也不给主人家留 正想着 却见那老头打着宝格 摸着肚子埋怨道 你家里怎么回事 连个女人都没有 做的饭菜这么难吃 这话一出 弄得孙小六哭笑不得 但他性子忠厚 所以也不和这老头一般见识 只是笑着收拾了桌子 到厨房洗碗去了 忙活完之后 孙小六先事后叔叔睡下 这才领着老头到了自己房间 让他睡在自己的床上 一夜无话 到了次日 孙小六煮好粥 先为叔叔吃了 却迟迟不见老头起床 进屋一看 哪里还有人在 正一祸时 却见床头放着一根筷子 粗细的木头 旁边有一张纸 上面写道 此乃木灵 全以此物为借宿之资 孙小六心头一阵 他曾听叔叔说过 所谓木灵 简而言之就是木之精灵 乃是深山老林里的树木 吸收日月之精华 天长地久后便有了灵气 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别看他现在只有几尺长 若是将他埋进土里 七七四十九天后 再挖出来时便会长到仗义 到那时节 不管用来雕成什么东西 都是栩栩如生 看着就跟活物一般 一只高官巨富 不惜万金 争相抢购 只恨可遇不可求 但孙小六并不在 一木灵值多少钱 他只是隐隐记的 自己年幼时 叔叔曾给他讲过 关于木灵的传说 据说在唐朝天宝年间 江南某镇有个木匠 在大户人家干活时 与富家小姐互生情愫 彼此爱慕 然而这样的爱情 自然遭到了重重阻力 当家的让下人 将木匠痛打一顿后 驱赶了出去 死后不久 那富家小姐突然之间 竟变得吃吃傻傻 枉然失智了一般 家里虽不惜重金 到各处请来明医 可惜巨都束手无策 木匠得知此事后 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木灵 并用它雕刻了一座 和富家小姐 一模一样的雕像 雕像非常传神 看起来就跟活了一般 木匠想方设法 将其运到了那户人家 小姐见了 顿时就恢复了神志 木匠与小姐 后来是否有情人终成眷属 叔叔没有讲 孙小六也就不得而知了 但他记得叔叔说过 那小姐是因为爱而不得 相思成吉 不肯面对现实 而自我封闭了灵智 故此才变得吃吃傻傻 即至后来 见到用木灵雕刻的雕像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 木匠精诚所致 总之木灵的灵气 转移到了小姐身上 所以她又恢复了正常 而那雕像立即成了一段死木 毫无生气可言 孙小六暗自寻思 叔叔变成这样 十之八九是因为 交心我娶妻之事 以至忧虑过度导致的 那借宿的老头 必定是个高人 他这样做 显然是有意而未知 我若效仿唐朝那个木匠 兴许可以治好叔叔的病 说干就干 当下孙小六 便将木灵埋进了土里 等到七七十四九天后 木灵果然长到了仗羽 看来传说是这的 孙小六顿时有了信心 一喝也不肯耽搁 每天除了事后叔叔吃喝以外 全副身心都投入在了雕像上 他每匹一斧头 每凿一凿子 心里都要默念一句 菩萨保佑 祖师爷保佑 只要叔叔能好 小六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等到雕像完工 几天几夜没睡的孙小六 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他疲惫地倒在地上 眼睛一闭就睡了过去 等醒来时 他已经躺在了床上 叔叔正坐在床边 见他睁开眼 不无埋怨地说道 傻孩子 你难道不知道 木灵有多贵重吗 为何要将他浪费在我身上 孙小六摸了摸脑袋 笑道 跟您的养育之恩比起来 木灵在我眼里一文不值 叔叔叹了口气 小生嘀咕了一句可惜了 本来可以卖了娶媳妇的 被你这小子就这样遭奸了 说着站起身 边走边道 饿了吧 锅里煮了饭 我去给你拿 看着叔叔的背影 孙小六惊喜地发现 他天生的瘸腿 竟然也一病好了 我去给你帮你帮我